夫人 息怒我 都给我闪开 我要找女神通忘个清楚 这 身为家族主母 如此大哄小笑 成何体统 我问你 是不是将天儿关入了川风洞 是 你赶紧将天儿放了 川风洞那是人带的地方吗 天儿从小到大就没受到那种罪 我绝不允许你对我的儿子 如此摧残 什么摧残 那是他犯了大错 再说了 在那里面需要日夜修炼功法 依康钢峰 他正好一边反省过错 一边刻苦修炼武道 争取早日突破剑升 以天儿的天赋 突破剑升是谁当渠成的事 根本无需去那破地方受罪 绿神通 我要求你立刻将天儿放出来 谋害兄弟 这是我对他的惩罚 至少也要在川风洞中死过十年 十年之后 只有他真心悔过 咱们放他出来 若不悔过 他就一辈子待在里面 什么谋害兄弟 天儿没有兄弟 那个野种 没资格跟天儿成兄到底 绿神通 我让你现在马上去把天儿放了 然后把这个野种赶出吕家 否则 你我夫妻的情分 跟断一绝 我带天儿回南狱楚家 跟你老死不相往来 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 你只顾这个野种不顾天儿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通知了我父亲 明天他会到玄天城 要么你放了天儿 将这个野种赶出吕家 要么我和天儿跟我父亲回南狱楚家 绿神通 你自己选 我亏欠阳儿 而任祖归宗 势在必行 天王老子来了 你别想阻止 楚龙兰 嫁来吕家近三十年 我自问对你无倾慢之处 你要走要留 其听尊便 但是天儿也是我的儿子 休想带他离开吕家 哼 你还知道天儿也是你的儿子 你将天儿关在那鬼地方 天儿便没你这个父亲 既然你执意要留下这个野种 就别怪我们离开 天儿我一定要带走 他是我的儿子 我绝不容许你残害他 此事我会跟天桥老祖商讨 吕家容不得你指手遮天 当年西域吕家 有人不想我们回去 并让煞盟中途截杀 导致吕大哥生死 这个事件的幕后闺首 会不会是楚龙 如果是 那么楚红兰跟煞盟有关联 楚红兰 是楚家建设和楚建雄的女儿 他要回楚家 我无法阻止 不可能强制扣留 至于天儿 我作为父亲 只要天儿不愿走 没人能强行带天儿回楚家 只是天儿愿意留下吗 那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选择了 我不会说是谁 我一定为四明大哥讨回公道 神通也是一时的气化 都这么多年的夫妻 何必呢 你也不肯放了天儿 你有所不知 天儿抑郁谋害吕阳这件事 我和神通都看在眼里 神通把天儿关起来 也是情有可原 好 好 你们不放 我自己去 把川风洞的封印给我打开 家主吩咐 除了她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开启川风洞的封印 我是吕家主母 就算是吕神通也得听我的 我只听家主的 主母若能让家主听你的 可以带家主的守令前来 我立马打开川风洞 好 好 好 神通为了一个野种 你竟如此绝情 等明天我父亲到来 你不还我儿子 我上了你家天翻地覆 明天就是杨儿 认祖归宗之日 也可能是天儿离开之日 杨儿 如果楚红兰要带着吕天离开吕家 你说我该留还是该放 全准封 全准父亲做主 我要听听你的意见 那就放吧 为什么 如果不放 父亲必不得清醒 此事闹大 对于父亲和吕家的名声 都无益处 如果放手能让事情平息 自然是一个好结果 若是吕天 有你的胸襟和大局 那就好了 我若不放手 势必一战 剑圣相争 不尽可能对吕家造成破坏 还会让事情传遍整个鉴于大陆 你的考虑是对的 放手才是好结果 如果楚剑雄要来 那就更要放 还是得看吕天的意见 他要跟楚红兰走 今后我不管他 如果他选择留在吕家 还得接受我的惩罚 父亲 蓝儿 你这是怎么了 吕神通欺负你了 他将天儿关入了春风洞 过来我怎么要求 他都不放天儿出来 就这些 吕神通没对你动手吗 他敢 你没吃亏就好 走 带我去跟吕神通传探 吕阳 岳父 吕神通 拿尔说 你们天儿关起来了 是 他欲杀害兄弟 被我关入春风洞受罚 什么兄弟 就是一个吕阳 岳父 你女儿什么品性 你很清楚 我吕神通 虽无雄霸之戏 但也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已忍他多年 有一物 早就想成交与您 因天儿之故 一直没有拿出来 现在 他自己选择回楚家 正好 结我心愿 你 你竟敢凶我 你应该有自知之明 就为了 就为了这个吕 吕阳 他是我的儿子 不管任何人 伤他 辱他 都是我吕神通 生死之地 我与他 不死不休 之前 我已经忍你够久了 现在 我们再无关系 再口无遮拦 别怪我不留情面 楚家主 还请管好你的女儿 别再吕家撒野 气死我了 就是这个吕阳 吕阳 厚颜无耻 这是你咎由自诩 你找死 崇家主 西域吕家 敢由不得你放肆 楚家主 带着你的女儿走吧 别再自讨苦吃 还有天儿 我也要带走 天儿是我儿子 是我吕家子孙 他该留在吕家 你无权带走 我可听红兰说了 你将天儿 关入了川风洞 既然你心里 只有吕阳 这个儿子 为何还要抓着天儿 不放 我是他外公 不能看他在吕家 受你们虐待 你不将天儿 放在心上 我楚家 可是将天儿 可是将天儿 视为心头肉 我并非不将天儿 放在心上 他犯了错 就要受罚 如果有人杀他 我一定也会为他 主持公道 将他关入川风洞 撕过十年 这是对他的惩罚 必须落实 十年之后 我会尊重他自己的意见 他愿意留在吕家 就留在吕家 愿意去楚家 就去楚家 由他自己决定 现在放天儿走 即使他在楚家 依然是你的儿子 你将天儿 关入川风洞十年 只会获得他 无尽的怨恨 只会彻底 断了你们的父子恩情 思过十年 我相信他会明白 自己的过错 理解我的用心 我给他的惩罚 不仅仅是惩罚 也是磨练 能理解所好 不能理解 那也只能听天由命 我只做 我该做的 十年后 他会怎么做 那是他的选择 好 好 好 绿神通 今天 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哼 本座走了 父亲 你不是说 放手才是最好的结果吗 怎么势倒临头 人嘛 不就是争一口气吗 我对楚洪兰 已经忍耐得够久了 以前 她是我夫人 她辱骂你 我还能忍住不动手 现在修书已给 我与她 再无关系 她还当着我面 辱骂你 就算是尼菩萨 也会有三分火器呢 我岂能继续容忍 以前我不能保护你 让你受了太多苦 今后 我绝不会让你再受委屈 好了 麻烦已经解决 现在去祠堂 去行任祖归宗仪式 任祖归宗仪式开始 一叩首 二归宗 这定人是西域女家的 剑神仙祖 青鸣剑神 这是我西域女家 第一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什么 里面有金红剑神所创的武学秘技 除此之外还有一面玉璧 玉璧中有一幅金剑白虎图 需要剑圣强者才能激发玉璧 里面蕴含着金红剑神的剑道法则 你先在祖地修炼我吕家武学 待武学有成 我和天桥老祖会轮流激活玉璧 最长能保持一年左右的时间 你能不能有所收获 全看你自己的领悟 好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 我今日在席间 听他们说 父亲你有个弟弟叫吕神池 怎么今天没有看到 祠堂也没有他的牌位 之前没有跟你祥说 吕神池与我竞争家主之位失败 心怀怨恨投了煞蒙 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你和四明返回西域的途中 被煞蒙截杀 应该就是他的手柄 原来是他 一处红盘直来直往的性格 勾结煞蒙似乎不太像他的作风 果然是这样的神痴 他该死 我会让他用性命 为李大哥赔罪 希望天儿 不要重蹈我们兄弟之间的覆辙 四明是我吕家英姐 有望成为剑王 我若再见吕神池 同样会让他隐命陪葬 只是煞蒙隐秘 我在北域查询煞蒙踪迹 虽然灭了不少据点 但也没找出真正的煞蒙高层 想要找到吕神池不容易 这事你先放在一边 安心修炼武道 早日成为剑圣才是 是 刘大哥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水汗 我定会找到神剑暗铃 眼下 我首先要做的 就是突破剑圣 你想先学什么 一门一门来 初期阶段有我的指点 你修炼起来会轻松许多 修炼到高深阶段 就需要你自己领悟其中奥妙 现在我有的是时间 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在这里指导你修炼 功法乃武功之源 我看了看 觉得咱们吕家的剑圣武学 都与白虎剑气有关 我决定先修炼 我决定先修炼白虎圣剑气 不错 不错 仅仅半年 吕家的飞红剑法 圣虎剑法 金光不灭剑体 你都已掌握 之后 射击武功奥妙之处 就靠你自己来悟了 我就不再打扰你了 有新的剑圣诞生了 怎么样 可是剑无双 各大家族 忠欲剑宗都已传许 并不是几位公子添娇 那就是沥血河了 太好了 养儿传训 定是有大的进步 父亲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请开启金剑白虎图吧 这么快 现在已经有公子 及天骄突破剑圣 你也越早越好 是沥血河 还是剑无双 是沥血河 竟然不是剑无双 你在祖地好好修炼 我和天桥老祖 会时常开启玉壁 显化金剑白虎图 我们最多能坚持一年时间 你抓紧机会 好锋锐的气息 白虎的锋锐气息 比起金色剑光更上一层楼 等等 难道说 金红剑神的剑道特点 就在于锋锐而辞 这与冰皇剑神的寒冰剑道 倒有着本质的区别 冰皇剑神 金红剑神 都是将单一的路走到极致 专注一个方面 若能够将二人的剑道领悟结合 那么必将能领悟出一种新的剑道 金红剑神的锋锐剑道 我已经领入到登堂入室的地步 去离剑神 我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 在此之前 我还有件事要做 如此 就这寒风吧 怎么可能 这世上 还要比剑无双师兄 抢先突破剑神的 杨儿 神通 你这两个儿子 当真是一个比一个优秀吗 我还以为 他至少需要再把五年时间 才可能领悟剑道 突破剑神 真是没想到 这才过去多久 他在二十六岁就突破了剑圣 这太让我出乎意料了 真是天纵奇才 天纵奇才啊 杨儿的天赋 这下冰黄剑神的水之寒冰剑道 他竟能将两种属性不同的剑道之力融合为一 当真难得 难得呀 吕阳领悟的剑道 即金红剑神 冰黄剑神 两大剑神的长处 力量之强 定然远在单一的封锐剑道 寒冰剑道之上 未来成就 不可限量 剑神之位 吕阳有望 哈哈哈哈 若吕阳成为剑神 那我习于吕家 就是连出两位剑神 何等风光荣耀 吕阳列祖列宗 你们在天之灵 必有我吕阳天教 怎么会是他 若是剑无双比我更早突破剑神 倒也罢了 凭什么他也能比我更早突破剑神 本以为我的天资 仅次于剑无双和力血和 没想到 吕阳今也在我之前 突破剑神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嗯 难怪女神通 这么护着鲁阳 竟是一个奇灵子 鲁阳 我等你 鲁阳 此子 倒真是有些 让人出乎意料 五双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唯师尊 我对于光明剑道的领悟已经足够 但突破剑道境 总感觉少了一丝契机 可能 还需要时间 磨一磨 西域铝家有人突破剑神 唯师带你走一趟 前去祝贺一下 西域铝家 是铝天 还是铝阳 竟要师尊亲自前去吗 是铝鸭 此次崛起于微末 回到西域铝家认足 归宗不过三年 年仅二十六岁 便突破剑神 天赋之高 当真罕见 值得为师亲自去见识见识 清静剑神 身上残留有突破剑道境的道云 这对于你突破剑上 很有帮助 到了西域铝家 你与铝阳交交手 也许突破的契机就有了 恭喜了 铝家主 你我之间 不必如此客气 这边请 前辈 我已经有了神剑暗铃的消息 不日就将前往寻找 等我获得神剑暗铃 再迎娶水寒过门 一举治好他的剑魂伤势 好 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弹架无妨 咱们也都是一家人了 变告家主 剑宗宗主无剑老人 和弟子神剑公子剑无双大 哦 军宗主 天巧休 无剑老人 果真是天资聪颖 气宇不凡 老夫前来 就是想见识见识 你这位天之骄子 天巧老祖 吕家主 无双的天赋 举世无双 想必突破剑胜 也是指日可待 无双突破剑胜 的确是指日可待 只差一丝契机 不知杨剑公子 可否柱上一柱 你刚刚突破剑胜 身上还有道运 若与神剑公子对练 神剑公子的修为积累 和剑道领悟 已经到了 若能赶出道运 便可立即突破剑胜 你看如何 公子吉天骄 真正竞争本 是剑神之位 越早晋级剑胜 则希望越大 杨安若是帮剑无双突破剑胜 对于将来而言 显然是多了一个竞争者 当然可以 那就有劳杨剑公子了 你曾在丽雪河手下救我 与我有困 能帮你一点忙 我很荣幸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 好 请得罪 射光剑法 若此所谓 若是其他剑王未必接得住 就是这种感觉 铝阳领悟的剑道很不一般呢 他的剑道中 既蕴含了金红剑神的风锐 也蕴含了冰皇剑神的寒冷 了不起 确实非同一般 但当日他突破剑圣时 我也感到意外 这是走出了一条新的剑道之路 不知将来能否凭借这条剑道之路 问顶剑神 问顶剑神哪有那么容易 哪怕是沿着诸位剑神曾经走过的剑道之路 都千难万难 更别说是一条新的剑道之路了 的确如此 剑神之位难 难难 一个时代 千才无数 剑神之位 切勤一席 等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确是难于登天 了解公子 我已感应到突破剑圣的契机 多谢了 千日过后 公子及天交中 又将多出一名剑圣 蛤 不见老人 恭喜 恭喜 好好好 终于突破剑圣了 绿阳突破剑圣才多久时间 竟然又有人突破剑圣 蛤 谭圣 这就是劲圣的感觉吗 天巧秋 吕家主 小徒承蒙扬剑公子相助 现已突破剑圣 不胜感激 老夫先带小徒会剑宗修炼去了 请宗主 慢走 我等在此祝贺神剑公子突破剑圣 就不前往剑宗再跑一趟了 无妨 无妨 走 随我挥宗 这就走 这就走 吕兄弟 多谢了 师尊 何故走得如此匆忙 剑神之位仅有一席 先由力血河 吕阳突破剑圣 后面吕天 楚颜华虫等人 也都会相继突破 谁更早修炼之剑道井巅峰 谁便更有希望问鼎剑神 你既然突破剑圣 自然要第一时间返回剑宗 我会教你一门新功法 辅助你修炼 加快你的修炼速度 还有功法 能够加快剑圣的修炼速度吗 血气乃人之根本 血气越足 精气越旺 神魂也越强盛 我教你一门强化血气的功法 名曰血鲲弓 修炼之后 血气澎湃浩荡 宛如传说中的神兽巨鲲 能让你在剑道井的修炼加快速度 更能大大提升你突破剑神的希望 师尊 修炼血气的武功 那不是血剑老人的强项吗 力血河是血剑老人教出的弟子 整个人都血气滔天 你懂什么 大道同源 别人修炼血气 你就不能增强血气了 老夫一身的心愿都在你身上 回去后 给我好好修炼 若炼不成血鲲弓 今后别说你是我的弟子 是 师尊 我一定好好修炼 若是找不到入口 你就早点回来 父亲放心 你不是说知道了神剑暗铃的消息 要先去找神剑暗铃吗 怎么又来看我了 神剑暗铃就位于北域的一处遗迹世界中 到了北域 当然要先来看看你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找到神剑暗铃 为你治好剑魂之杀 你可一定要当心 我已成为剑圣 并且有神剑逃神在手 天下何处不可去 你不用担心 用的 优优独播剑导的 跟你们ata 优独播剑红 能将冰黄剑神和金红剑神 二位剑神的剑道礼物融合 了不起 将来大有可为 剑神有望了 你回了西域旅家一趟 怎么就知道了神剑暗铃的消息 我父亲当年闯荡天下 曾获得一张古地图 上面有神剑暗铃的消息 他根据古地图 寻找到一处遗迹世界 编位于北域行州附近的 圆仓山脉之中 现在我准备进入其中 一探究竟 找出神剑暗铃 那就祝你一帆风顺了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去了 正确早去早回 带回神剑 李雪河 曾经本公子以为只有剑无双 才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没想到你竟然会比剑无双 更早突破剑胜 小子 你当年不过是我指缝中 溜走的小杂鱼 如今却成了能与本公子 相提并论的剑胜 还真是出乎我意料 李雪河 时代变了 现在已非当你 你还敢在我面前显身 想找死吗 小子 夸你几句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本公子特意前来找你 就是要让你认清现实 我李雪河 永远是你不可战胜的对手 若非你有神剑不提 今日就是你的死性 那我们谁都不动用神剑 奉使一战 你 什么 乐意凤雷 小子 准备受死吧 血光剑法 冰火寒龙剑法 血河剑法 血魔杀身 血河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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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子领悟的血剑道 永远在生之力 血魔杀身受到任何破坏 都会迅速于合衡 恢复如初 李昂 虽然你的实力 出乎本公子的意料 他们在本公子面前 你竟然是死路一条 看你往哪儿逃 圣狐剑法 你竟然伤到我了 西域吕家的圣狐剑法 攻伐天下无双 的确名不虚传 可惜那一剑还是不足以将 血魔杀身彻底破开 只能伤本公子皮毛 越是破坏力强大的剑法 越讲究瞬间的爆发力 我倒是要瞧瞧 像刚才那一剑的力量 你施展圣狐剑法 只能攻击出几剑 我根据四身剑道 领悟一剑 上你长长剑势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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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剑术 我根据自身剑道领悟处的一剑 还不完善 会取名字 若是我这一剑领悟完善 李血河 就算你用神剑 也未必护得住你 你之前不是说不动用神剑吗 怎么突然间说话不算数了 自身里有的剑术 能够在剑圣阶段自创武学 自古以来就是成为剑神的基础 而如今我离自创剑术还差得远 可这家伙居然先我一步 创出了自己的剑招 我不会输给你 绝不会 李杨 你给我等着 下次见面 我一定会胜过你 将你随时万段 神剑护体 还真是麻烦 还是先确认一下位置吧 应该就是这里了 好 果然 到神市境我们的安锦 圣虎剑法 是死活的东西 滚开 居然有门 这鬼我 足够容纳百万人生活了 你 你是何人 从哪里冒出来的 蔡下吕阳 求见方家主事长 有公子要求见你 老夫乃方家族长 方靖祖 公子看着很面生啊 衣着也很特别 莫非来自外界 我的确来自外界 没想到祖宗的预言成真了 真有外界之人来找我们 太好了 哦 此话怎讲 敢问公子 是否和方家人有血缘关系 我母亲姓方 那就对了 你是先祖剑神的血脉 更是预言中来解救我们的人 来 来 我跟你细说 这里名为林渊界 是由我方家和林家的剑神先祖 共同开辟的小世界 共同开辟的小世界 曾经我们的先祖 生活在剑狱大陆 那灵无欲凶龙 剑道强盛 修炼着剑神经 可为一生天剑 向无尽寿冤 那时 我们方家的先祖 镇渊剑神 拥有神剑 陶神 林家的先祖 飞灵剑神 拥有神剑 暗灵 他 皆为武器 共同创造者 是这万年前 雪莎 雪莎之道 就算剑神之 他手握神剑雪莎 造作无数武者性命 因此受到防 灵两家剑神追杀 可惜 彼时的雪莎老祖 气候已成 剑神不处 无人能灭 我方灵两家 受到的威胁 越来越大 不得不退入 灵渊界避祸 此外 还有许多剑神使家 也来到灵渊界 为了防止 被雪莎老祖 破害 方灵两家 就此开启封印 只留下一个 秘密入口 需要多为剑神 配合神剑 才能打开 可是雪莎老祖 已经飞升 你们为何 你们为何 还躲在这里 并非我们不想出去 只是 现在的我们 没那么多资源 培养剑神 敬强者 更别说 打开入口 出去了 你们就没有想过 直接动用神剑 尝试一下 你可知 我们这儿 为什么叫灵渊界啊 俗话说 天有九界 地有九渊 天界 是剑神 飞生永生的地方 九渊 则是 修魔者宝地 里面充斥着 无尽杀戮 魔器 无者进入 将九死一生 先祖当年 开辟四地的意图 就是用来封印九渊 连接剑狱大陆的入口 所以才称之为 灵渊界 灵渊界 开辟之初 九渊的魔物 就在不断重新入口 无奈 先祖只能将 暗铃和陶神 两柄神剑 放入镇炎 加古封印 如今 暗铃受到 九渊魔器的侵蚀 已经失去控制 任何人靠近 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们举家 迁移到边缘地带 至于阵眼所在的 中心区域 附近生活着 许多妖灵 甚至还有 强大的妖圣存在 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根本拿不到神剑 自然无法出去 这么说 一旦我去走案里 封印就会松动 灵渊界 乃至整个剑狱大 都会显入危险中 如果封印消失 你们仙祖可留有后手 阻止九渊魔物入境 有 这把朱天阵棋 蕴含强大灵力 可把封印十年不破 我记得你刚才说 我是预言中解救你们的人 你可愿信我 将阵棋交予我 公子 这是何意 实不相瞒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取走案例 救我的未婚妻 你们的事 的确让我意外 我也很乐意 帮你们离开 而且 我是逃神的新主人 这 真的是神剑逃神 罢了 也许这就是天意 朕齐可以给你 但你要保证 取走案例后 带我们离开 没问题 我以神剑之灵启事 如有序言 定当万劫不复 对了 按理说 你们方家应该是这里的主人 为何不住城中 反而居于城外 我们方家早已没落 现在座主的家族 是唯一拥有 剑圣强者的陈家 看来 你们在灵渊界的日子 也不好过 只能离开灵渊界 这些恩怨 就让他随风而去吧 你倒是看得开 不过有件事 我得先告诉你们 血煞剑的传人现世 正要与我争夺剑神之位 你们出去 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我们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不出去 只有走向末路一个下场 行 到时候愿意出去的出去 想留下的 也不强求 另外 带我去林家一趟 等解决九云魔戚后 我需要林家 对神剑暗铃的引导之术 好 风子请跟我来 陈雨昕 陈雨和 方靖祖 此人 是谁 他是来自外界的吕阳 吕公子 可助我们离开林渊界 哼 林渊界脱离外界 早已万年有余 现在 没有任何瓜葛 不错 林渊界的人 谁都不许离开 还有你 你也不准离开 既然进来了 就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哼 哎 你 你竟然是剑圣 方靖祖 咱们走着瞧 那边 就是林家庄 嗯 你吕公子的能为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将引导之术融会贯通啊 这间小院便是您的安歇之处 我会吩咐下去 禁止其他人前来打扰 多谢 陈家的剑圣怎么来了 我们没得罪他们吧 不知道啊 一名剑圣 九名巅峰剑王 哎 这阵势也太吓人了 谁是外来剑圣 给我出来 外来剑圣 给我出来 外来剑圣 速速出来 我就是外来剑圣 阁下 又何之叫 我当时什么厉害人物 原来是个剑异境初期的矛头小子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一辈子留在陵渊界 要么 现在就离开 回你的剑狱大陆 陵渊界我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轮不到你 在这指手画脚 小子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若本座亲自动手 你将会被永远镇压于此 笑容 一个井底庄 还想镇压我 只怕你没这个资格 你找死 神剑逃神 你到底是什么人 剑狱大陆 西狱家 剑神后人 公子天骄 陈汉 杨剑公子 我要带人离开陵渊界 你可有意见 没有 一切由公子说了算 那就 待我拿到暗铃 愿意随我离开城 向此做准备 是 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陈家若敢向方陵 两家伺机暴露 阻拦他们离开陵渊界 我定会让伟呆 有惨痛的代价 不敢不敢 我等对公子心悦臣服 绝不会背向公子行事 这样最好 这就是阶所说的地方 暗铃已经魔化 恐怕不好对付 吃了它 能让我的修为更进一步 多一份愁吗 是真人剑神的温道传承 这就晒了 九月猫气 果然厉害 是飞龙剑神的温道传承 我还能当真来承 难道暗铃的攻击 有范围限制 看来 有我目前的使用 无法拿下的 必须从长进一 有逃身在手 我都没有半点胜算 眼下 只能大幅度提升实力 才有机会 这里的剑气能量太弱 若想短时间内提升修为 难以登天 不过 要是把真温剑神的传承 融入我的剑道中 增加实力 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了 五剑一绝 天地乾坤剑 三年过去的真款 如今 我已修炼这剑道 竟终起 又连无出 龙虎剑印绝 和天地乾坤剑 两种剑道 是时候 再和阿联一战了 同样的招数 对我没用了 龙虎剑印绝 疾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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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铃怎么好似 被人操纵 你呗 如此灵活 龙虎剑印绝 龙虎剑天地 一剑 获乾坤 想逃 没那么容易 什么东西 滚出来 必须入到几中期 进入如此实力 小子 按赖 你也是世间 难得一见的 天之骄子 你是什么人 为何会在 暗铃剑中 你虽为世间天窍 你虽为世间天窍 确实被困于 酒烟之下 若无登天之举 不够凡枕苏子而已 本无资格知晓 本座名号 不过 判则你能将本座意志 逼出健身的份上 给你这份荣幸 已经好了 本座 在魔人之主 如果你现在离开 让个保命 否则 本座会让你尝尝 有不朝生的滋味 魔人之主 雅各没听过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赶紧从暗铃剑中离开 不然 我就将你彻底磨灭 有本座真身在此 连虫子都算不上 真不知天高地高 你如果真有这么厉害 又何必躲在一笔剑里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赶紧离开 狂妄的小子 你找死 天地乾坤剑 老大 你确很强 可惜还不好看 这样的攻击 就算来一万次 也休想奈何分座的这让意志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坚持多久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这样耗下去 可不是办法 对了 如果融合了飞灵剑神的剑道传承 也许就能抢过暗铃的控制权 都半年了 你小子还没死心啊 我说 我说 安灵剑我志在必得 你必须离开 在本座面前 一切都是徒劳 是吗 因你修为伪剑 你的实力 怎会变得如此之强 来告诉本座 你修炼的什么功法 什么剑法 这是我自创的龙虎剑一诀 和天地乾坤剑 你可以再感受一下 一剑斗乾坤 龙一 赶快本做好事 可恶 我记住你了 必须拿到暗铃 修复水寒的剑魂 这是我 王寺 是 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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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了 糟糕 糟糕 感恩不到她的位置了 千余人中 竟有九位将攻击强者 莫非他们是隐居于此的宗门 是异族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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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 我来此只为寻味一事 你们刚才 可看见一档乌光飞过 往 往那边去了 多谢 怎么会有一族圣者来这里 他们是想入侵摩渊吗 不清楚 总之绝非好事 必须赶紧通知 训和城的大人 爹 血炎真和忠行力 正在追踪神兵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我能感觉到 这把神兵非比寻常 若是 城主大人 西面的赤柳村传来消息 有一异族圣者忽然现身 异族圣者 怎么这么巧 根据报信人的描述 那异族人多半是为神兵而来 满 你立刻动身 把那个异族人抓来 问清楚神兵的信息 再处决 是 等等 保险起见 带上阎林和墨周 爹 一个小小的异族圣者而已 至于这么兴师动众 我一人足矣 你还是少城主 哪能试试亲力亲为啊 从旁压阵即可 是 阎林和墨周擅长合击 有他们在 定能确保万无一失 吕霄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城主 神兵迫该禁止 进入了血神山深处 真长老和力供奉 拿不定主意 正在外围守着 特命我来报信 血神山 那可是圣级巅峰强者 也无法踏足的禁欲 这 血神山的禁止已破 进入其中不是难事 只是 再往深处走 恐怕只有城主 您这样的修为 可以做到的 纵观整个魔渊 就属我们血河城 离血神山最近 此乃天赐良机 城主若能把握机会 夺得神兵 必将成为魔渊霸主之一 与那些圣地之主比肩 既然如此 咱们马上出发 去血神山 阁下来自何处 到我魔渊 亦以何为 来此属世一晚 等找到那柄引鹿之剑 在下立刻离开 绝不停 那剑透露着神兵气息 既然他选择进入魔渊 就是我们的东西 不要想了 那剑对在下至关重要 三位若远告知去向 在下感激起来 说不愿 还请绕路 异族人 这里可是魔渊 你的生死全在 我的弥念之间 你最好识去点提供些有用的信息 我们或许可以考虑 饶你一命 不错 我们少城主 一只手就能捏死你 赶紧把知道的说出来 免得受苦 老实交代来龙去脉 否则 本座的白骨磨叶 会烧得你连渣都不剩 那柄剑 我要拿来救给你 谁敢阻挡 神当杀神 我当诸母 口气不小 本座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狂妄的资本 你们两个 试试他的本事 怎么可能 好强啊 剑气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不要再做无谓的争讨 你的确很强 实力不在本座之下 但也剩不过我们三个人 严供奉 莫供奉 还能再战吗 能 那就随我 竹敏这个一族人 不能丢了血和成的脸 是 大雪魔手 我咽咽语 怎样利用 这不可能 少城主 我乃血和成少城主 更是血魔动主的天才弟子 你不能杀我 怎么 你杀我可以 我杀你就不行了 我爹可是路道境后期的圣者 我师父是路道境巅峰的圣者 你不杀我 你不杀我 定会遭到他们的疯狂暴行 我不管什么境界 只要离开摩渊 你们谁都奈何不了 我也不是什么事杀之 这样 只要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放了你 你想知道什么 自然 是那道剑光的去向 不清楚 我爹已经派人去查了 只是我出来的时候 消息还没传回来呢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把你们魔原武者的修炼境界和势力 简单介绍一下吧 魔原武道 共分为六大境界 分别是 明心 断体 凝魂 命功 悬翼 和入道 悬翼境可称王 入道境可称圣 这里方圆百里 皆以血合成为尊 血魔洞 则是魔原几大圣地之一 拥有志强功法秘典 更有神兵抵御 血魔洞有什么神兵 血魔境 那是天剑魔神传下来的智宝 有他在手 可以横扫圣界 魔神之下无敌 魔原也飞升天剑 不能啊 那哪来的魔神 魔原虽不能飞升天剑 但修罗原有一条修罗道 能直通天剑 而且修罗道每隔一百年开启一次 是地界各原 唯一通往天剑的通道 你怎么连这儿都不知道 像血魔洞这样的圣地 总共有几个 还有圣魔宫 魔神宝 祭魔灵 魔影宗和魔牙 这些圣地也都有神兵底蕴 每个圣地都有入道境巅峰圣者 我师父血魔洞主 就是入道境巅峰的圣者 如果他们手上都有神兵 那我岂不是没了优势 喂 你还有什么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血炎蛮 我可是血河城的少城主 我父亲是血炎河 我血炎氏 他有好几位圣者 你刚才说 你爹已经派人去追神兵 也就是说 去趟血河城就能知晓他的下路 对啊 那行 马上带我去血河城 如果你们敢耍花样 竟逞不舍啊 哼 等到了地方 可就由不得你了 什么 我爹他们去了血神山 既然如此 你们两个就别跟着了 由你们少主一人带路即可 你 你说得算 可恶 有这道禁止在 根本进不去 城主大人 既然咱们现在解不开这禁止 不如退到一旁 静观其变 不错 有这道禁止在 神兵的消息藏不住 很快就会引来其他强者 我们进不去 他们或许会有办法 到时候再见机行事也不迟 也只能如此了 城主 有圣者来了 是一族圣者 蒙儿 少城主 怎么和一族人在一起 少城主受伤了 难道是被那一族人挟持了 姐 救我 蒙儿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一族人太强了 我和阎灵他们连手都打不过他 要不是留着我找神兵 恐怕他早就对我下杀手了 等等 你不能进去 你就是血颜河 为何足 那间神兵 那间神兵已是我魔渊之物 旁人不可取 念在你为伤我而性命的份上 本座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速速离开魔渊 永远不要回来 我入魔温 我入魔温就是为了取那间神兵 不可能半途而飞 另外 我无意跟任何人争斗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再来我只会自讨苦吃 放肆 不行 此人实力不在您之下 无需冒陷与之对决 反正为了神兵 各大圣地强者 都会齐聚于此 自然有人收拾他 不行 多到这份上 不是使他的身手 岂不是很没面子 小子 你也太狂了 本座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没有狂的资本 要不要这么偏 也少了就是圣级功法的血脚无功 小子 再接我一拳 到此为止吗 叶 城主 圣级中企就有如此实力 恐怕少魔神和小魔仙那样的天骄 都难以相提并论哪 嗯 抱歉 刚才是我眼镯了 阁下若执意尽入 我等绝不阻拦 不过 血神山的境质虽有破损 但依旧强大 如果没有入到巅峰的修为 恐怕难以深入 此外 六大圣地的强者 正在赶来的路上 阁下只有一个人 这就不劳的费心了 此人年纪轻轻 就有此等实力 当真难得一见哪 可惜 等六大圣地的强者聚齐 他就算再厉害 也无弃于事 东主 见过师父 血炎师兄既然歇一步到了血神山 怎么不进去 已经进去探过了 里面的境质虽然有所减弱 但依然不是圣级后期能够承受 应该只有像洞主这样的巅峰圣者 才有资格深入其中 哦 那我岂不是白带人来了 趁着其他圣级强者还没到 洞主可以先进去夺得神兵 如此一来 他们也就不好争抢了 好 血炎师兄 那我先行一步 其实 已经有人在里面了 这么快 是哪位圣帝的主人 非也 是一个圣级中期的异族圣者 异族 血炎师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怎能放他进去 应该当场击杀才对 父亲也想拦 只是对方实力太强 根本拦不住 哦 总之 对方实力很强 我估摸着 他已经达到了巅峰圣者的层次 东主 你一会儿可要小心些 若他抢先一步拿到神兵 就更不好对付了 放心吧 我魔渊神兵 岂是一个异族人能觊觎的 善灵神剑 看来 只有先破了这道屏障 才能拿到艾灵 有了这些血管 一定能让水寒快速崛起 实力更胜从前 我能让水寒快速崛起 你 好什么喜 你出 受了逃神一剑 没那么容易恢复 这下看能拿什么小招 哇 圣血骨 这么多圣血腾结出的圣血骨 足够让血魔洞成为魔云第一圣地了 一族人 你踏我疆土 夺我宝物 真当血魔洞无人吗 你就是血魔洞主 正是本作 我寻神剑而来 不得已才进入此地 等拿了剑自会离开 至于你说的宝物 我可听说 血神山是禁地 并无归属 这就意味着刚才那些骨子都是无主之物 怎么就跟你扯上关系了 荒谬 血神山在我血魔洞的地盘 产出的宝物自然归我血魔洞所有 更何况 既然神兵选择了血神山 就是选择了血魔洞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血魔洞的机缘 被吸引而来的强者 恐怕不止血魔洞 你这话 其他圣地会认同吗 谁说血神山属于血魔洞 我烧魔神第一个不答应 血神山是禁地 若有宝物定是强者得知 好一个无主之宝 强者得知 你们当中若有人能胜过在下 刚才的骨子 在下人拱手相让 区区盛极中极 也敢如此狂妄 就算你通过特殊手段 把实力提升到巅峰圣者 也改变不了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的事实 废话就省了吧 不如你们两个一起上 我可不想在无关的事上 浪费太多时间 本座堂堂巅峰圣者 岂会和他人联手 我少魔神横扫圣境无敌 更无需和任何人联手 那你们谁先来 自然是本座 大序堂巅峰圣集中极 就用此等实力 着实能力 嗯 真杀 血衣陌生 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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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毫不思议 这个异族人虽然只有圣级中期修为 实力却近乎颠覆 比我们的天骄强太多 不见得吧 我看根本是血魔洞主输于修炼 才会连一个圣级中期都解决不了 不错 血魔洞主的表现 着实令人意外 继续下去 只会有损圣地之主的威名 血魔洞主 一个圣级中期而已 你要是实在应付不了 不换我等出手可好 你们少在那幸灾乐祸 本座实力比你们只强不弱 再有半刻 定能斩杀此次 你也不怕风大闪掉了他 刚才为了验证实力 陪你玩玩而已 陪你玩玩而已 先礼潜坤剑 大狐血手 你笨 血魔冬主 你先疗伤 我来对付这个异族人 用不着你插手 该本座动用神兵 死子必死 一个圣集中旗而已 何须这么大阵仗 不错 这种程度就动用神兵 岂不显得我魔冤无能 以此人的年龄看 让少魔神与他一战 最为合适 血魔冬主 你也太小题大做了 不如退下来疗伤 就不要再劳神了 我乃魔烟天骄 魔神堡少魔神 阁下怎么称呼 乾坤剑圣 乾坤剑圣 赐教了 大力魔神击法 他的势力 比血魔动主强很多 圣服剑圣 千坤剑圣 这点能耐在我少魔神面前 不够看 快拿出你的真本事 平方取神斩 来得好 的确不错 可惜还差得远 你再不拿出看家本领 我就赢了 天地乾坤剑 又是这招 而且比刚才更强了 大力魔神击 活动流山室 你这一剑威力很强 只是不持久 注定一半 你怎么吃 我不肯持久 少魔神 再借我一剑 你 你居然用圣血果 这等宝物来恢复精力 简直暴殿天物 退我手术 我倒入山 不断看看 还有一些我几剑 可恶 原创力量 就不想太增了 氧气 结束了 不 还没有结束 能死在他的手上 是你的荣幸 是魔神体 哼 少魔神 你刚才还说 对我一个圣集中气 用不着动用神兵 这么快就忘了吗 这次实力之强 大家有目共睹 再不动用神兵 难道要放任他 称霸魔约吗 血魔镜都拿出来了 血魔洞主 你这是前驴戒穷了吗 你懂什么 他身上的宝贝 值得我这么做 难不成这里的生血果 都被那个一族人摘了 生血果是我先发现的 等打败了这小子 东西就是我的 本副到你插手 你亲手斩了他 本座不插手也可以 他的命归你 东西归我 如何 可笑 人都是我杀的 你凭什么拿他的东西 单论实力 本座的确不如你 但神兵嘛 我的血魔镜 可不弱于你的魔神级 这个时候还敢分心 你注定有败 这么多生血果 可不能便宜了你们两个 不错 谁也别想独吞圣血果 必须见者有份 至于那件神兵 自然是强者得知 小墨仙 你怎么看 以此人的天赋 将来必定会登天成神 我们无怨无仇 完全没必要以死相逼 只要他肯交出圣血果 就能安然离开 这姑娘的心血 逼她不好 是 一个外来人 踏足魔渊 怎能轻易放他离开 只要他没伤害过魔渊之人 有何不可 将来 我们还要通过修罗道 前往天界 不也要先踏足修罗渊吗 又不是什么罪过 那不一样 修罗道是地渊 前往天界的唯一通道 我们没得选 可他不是 小墨仙 既然你舍不得他死 就别阻拦我们几人行事 之后佐德更没你的份 小墨仙 你的作风我很喜欢 不如这样 我有二十四颗圣血果 谁让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我就分你一半 如何 我乃魔渊之人 不可能为了一点圣血果 就和外人联手对付魔渊圣者 我不愿杀你 也不要圣血果 此来只为拿到神兵 所以我两户相帮 不人之人 不动手 照样得死 至少他不是因我而死 杀孽更不在我 废话少说 少佛神 现在大家说好了平分胜血果 这家伙死在谁手上都一样 你赶紧下来 我要亲手解决他 一血前耻 好 给你这个报仇的机会 乾坤见圣 你赶上本座的万金之区 就要做好 以死谢罪的准备 现在知道怕了 可惜太迟了 天地乾坤见 神兵 那把剑 不是一般的神器 难不成 是件真神器 真神器可是天际重要 若我能拥有 到了天界也是强者 可越即斩神 这两把剑之间 似乎存在某种联系 莫非 都是真神器 现在 血魔洞主已无法再战 接下来 三位 不如你们也拿出神兵 只要我们四人联手 他必死留疑 我来莫约 只为寻荐 本不想与你们争执 可惜 你们偏要夺夺相逼 那就怪不得我了 说得好像胜券在握一样 乾坤见圣 你认为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少废话 大家一起上 你认为你 神魂绝刑 天地乾坤剑 乾坤剑盛 就算有真神器 你也发挥不出他的全部威力 立刻放弃挣扎 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点 不可能 冥顽不灵 杀了他 天地乾坤剑 不能退 现在退了 暗黎剑就再能得到少 到时候 水寒的神魂之上 将无药可救 怎么会 龙羽 这 难道一直以来 都是我再脱头身接后腿 我把四人联手动用神兵 居然打不过一把剑 这怎么可能 这只能说明 他是真神器 两把剑竟然打起来了 难道我猜测里面 好强度不一样 他们是谁 这气息 这气息 该不会是天界之人吧 参界魔主 他们是天界之人 能够下界来此 定是真神之子 不错 那个魔主 能守他们如此领域 可见实力更强 真神 看来这个魔眼之处 真的来头不小 哪里 不能你看他 我赶紧帮文座 收了治疗文件 是 做好费两万余年 才说服异离神经 你小弟又白送了一瓶 真乃天主我也 宣本 我以为阁下 只是魔渊至强者 却不想比天神都厉害 天帝之外 军雪天神 怎能与本座相提理论 请问 您是宗寒祖师吗 你怎知本神名号 可是来自魔神堡 魔神堡 宗衍 拜见宗寒祖师 这是您万年前 赐予魔神堡的神兵 魔神己 年纪轻轻 就是巅峰胜者 或许将来 我们会在天界相遇 若晚辈真能登上天界 定当拜会祖师 聆听教诲 此人似乎不是魔渊之人 他的确是个异族人 此来魔渊 就是为了夺取神兵 而您手中的神剑 就是他之前所用兵器 魔主大人 此子入戚魔渊 可不可杀 不 才想挣扎 留下剑 然后闻 闻座那魔渊之主 闻座是谁 为何无辜 闻座的剑 你的剑 哪儿来的人 杀了他 是 是神王 快走 你几位神王 当真本座 魔渊之主的大名 但会本座好事 我可与你不思不笑 我走 啊 可恶 不复包上一碗 我跟你买碗 当本座出关 也让你宰醒之变 这样就结束了 此人实力太强 我彻底没机会了 见过前辈 你来自剑狱大陆 不错 前辈怎么会知道 你身上有来自剑狱大陆的剑气能量 毕竟 我也来自剑狱大陆 不知前辈 是哪位剑神 无名房振海 名号镇元 刘阳拜见先祖 你是方家血脉 我娘是方家人 你果真是我的血脉 是我和菲林的后裔 我刚才感应到 桃神剑在魔渊出现 所以赶来一探 我承想收获了意外之息 快 你且将剑狱大陆的情况 说予我听听 看来洛水寒定是位风华绝代的女子 能让你如此奔波 连魔渊之主都不怕 先祖说笑了 我此前并不知道魔渊之主有多厉害 还当他只是个巅峰圣者呢 堂堂魔主居然被一个圣者轻视 想必他当时定然气急败坏 对了 先祖 听魔渊之主说您是神王 那他呢 也是神王吗 你现在走出剑狱之外 也是时候了解一些事 比如天有九剑 地有九渊 在剑狱大陆修炼之剑狱境 可称剑神飞神天界 而在天界 剑狱境则为神狱境 是成神的第一境 又被称为虚神 相当于地界无者口中的天神 寿源长达数载 都成神了 也不能永生啊 永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想要绝对永生 谈何容易 虚神有千年寿源 以事难得 那神玉境之上是什么境界 神玉境之上是神灭境 通常被称为真神 也就是说 涅槃九字后百分之百能铃居出命轮 进而突破之神轮境 是的 越往后几率越大 伴随的风险也越大 那神轮境之上还有等级划分吗 涅槃的次数会影响到后续的修为吗 有 神轮境共有初期 中期 后期和圆满四个级别 不过这个境界按实力划分 其实是六个档次 七次涅槃就能突破神王者 在神轮境初期只有一星战力 又称一星神王 每提升一个层次 战力相应提升一星 八次涅槃突破的初期 就是二星神王 以此类推 九次涅槃突破者 初期就是三星神王 最高可修炼至六星神王 那天界的神王多吗 不多 数量极少 啊 为什么 天道有自己的规则 当神王寿源到达一定层次 就要承受十分恐怖的三灾九难 哪怕六星神王也顶多度过六难而已 当然 传说中也有度过七难八难的逆天存在 但是 能度过九难的神王 还从没听说过 听上去虽然很艰难 但既然踏上这条路 就没有回头的道理 总有一天 我也要成为神王 你稚气到不小 从剑狱大陆飞升的那些剑神 可没几个成就神王 不管结果如何 至少要朝那个方向努力 仙祖 你可见过我本家仙祖金红剑神吕金元 还有冰皇剑神罗宾云 没见过 我已经离开天界一万年了 一直镇守在血缘之中 是地底九云中的血缘 为何这么久都不回天界 飞青 受了很重的伤 险些神形俱灭 需要血缘第三层的长生血池滋养才能保住性命 我在地界 可随时回到他身边护持 天界距离太人 来回费时又费力 如果水潭受了重伤 我也会一直守在他身边 仙祖 您刚才说血缘第三层 它有好几层吗 酒缘都有三层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便是魔缘第一层 听说在远古时代 地界第一层的武者修炼至神玉境 能随意往来天地二界 直到九云被封印 除了剑狱大陆的武者能飞升天界外 其他八云之人只能走修罗道 去打天界的天荒界 那剑狱大陆也属于地界 它是九云之一吗 剑狱大陆在远古时代名叫玉渊 那里封印了天界一批剑道神王 同时也封印了整个地界 又被称为剑狱大陆 数度岁月过去 剑道日益昌盛 封印之力削弱不少 这才诞生了剑神飞升天界 飞青就是第一个飞升天界的剑神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手柄 能封印整个地界 不清楚 这些都是秘文 我也是成为神王后才知晓部分信息 也许你能揭晓这个秘密 我 剑狱大陆有一个古老传说 谁若能聚集世间十大神剑 就能解开起源之密 我和飞青所在的时代 只有暗铃和逃神现实 可听你刚才说 其他神剑也出现了 这就是最好的奇迹 我会努力聚集十大神剑 揭晓这个秘密 仙祖 我之前听魔渊之人说 逃神剑可能是真神器 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神器分为四个档次 虚神器 真神器 王神器和至高神器 而十大神剑都是至高神器 曾在天界享有赫赫威名 他日等你到达天界 切记不可轻易报 既然逃神剑和暗铃剑 都是至高神器 您留在身边岂不是更保险 傻小子 实话告诉你 逃神和暗铃当中都有一道封印 连我都解不开 所以拿着并无大用 论其威力还不如我自己炼制的王神器 你就好好拿着吧 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 既然监狱大陆有这样的传说 也就证明有人想要让十大神剑聚集 你要小心 要想当年 我就带着逃神闯修罗道 却在即将离开之时 收到天人传音 告诫我 只有十大神剑聚集 才能带逃神离开监狱大陆 没想到监狱大陆上 还隐藏着这样一位恐怖强者 当然 你难道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 监狱大陆 我曾镇压着几位剑道神王 如果我猜得没错 十大神剑应该就是他们的配剑 对了 仙祖 你最初想带逃神去修罗道 是为了学天界吗 剑与大陆每隔三千年 会有一次飞升天界的契机 而且一次只能有一人飞升 当初我把飞升的机会 留给了飞青 该选用闯荡修罗道的方式 登临天界 你和洛水寒同属一个时代 也只有一人飞升的机会 你会怎么选 机会难得 自然是留给他 我可以效仿仙祖 独闯修罗道 不愧是我方阵海的后裔 有魄力 来 我这就将剑术秘记 天煞诸神传授给你 有他在手 你的胜算会更高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很有见到天赋 这么快就学会了 这里面记录着一世合击剑术 是我和飞青以诸煞剑法 追魂夺破剑法为基础所创招式 名为诸煞夺灵 可无视外力护挡 即便到了天界 也很少有人能敌 不过 这招剑术 需要两人共同完成 而且 至少都是剑胜才能修炼 多谢先祖 这把镇渊剑是真神器 倘若有一天 你到了天界的天荒界 遇到困难 可凭死剑 向镇渊剑宗寻求帮助 多谢先祖 他日晚辈成神号 说再能相见 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 尽管吩咐 武道意图就是与天争命 步步艰险 你要记住 无论任何时候 保命第一 如果将来你成就神王 我的确有需要 会通知你来血缘第三层的长生血池找我 天地之广阔 远非我等能想象 眼下只好水门的伤 是第一药 柳阳公子 你降服魔化暗铃剑了 不错 你们现在着手准备吧 一个月后 我带你们重返剑狱大陆 多谢柳阳公子 我这就通知大家 等通知完其他六大家族 必须先回剑狱大陆一趟 毕竟这么大的事情 还要跟柳家商量一下 另外 水寒也在等你 此行书获如何 拿到神剑暗铃了吗 暗铃什么的不重要 可有受伤 你看 我像是受伤的样子吗 我拿到了暗铃 水寒 你的伤有救了 好好饮伤 等你恢复了 我们就举办豪华婚礼 邀请天下豪杰来做客 杨哥 谢谢你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先去炼花暗铃吧 我还有事要跟侯远老祖 和洛家主商量 好 你们聊 事情是这样的 他们人数众多 贸然来到北域 需要合适的地方安家 所以 小事一桩 北域很大 有诸多地方未被开发 安置几个家族 没问题 多谢红远老祖体恤 绿阳 你刚才说 镇渊剑神和飞灵剑神 也是你的先祖 我母族寒山城方家 和灵渊剑中的方家 都是镇渊剑神 与飞灵剑神的后裔 原来因为飞升天界 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 没想到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背后还有这么多困难 想要求得永生之道 刚是难于登天啊 还好你命大 有镇渊剑神 及时现身护道 否则 总之 你为水寒孤身犯血 真是有心了 对了 我离开这几年 可又发生什么大事 各大势力的天骄们 都忙于闭关修行 至于神剑公子 剑无双和血剑公子 立血和 已经销声秘迹 很久了 而南玉楚家的 炎剑公子楚炎 在三个月前 成功突破剑道境 并向吕家发出战书 杨爷要挑战你 但因你不在 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煞蒙也没有动静了 相比几年前 煞蒙平静得很 几乎没有任何消息 我总觉得 血剑老人和血剑公子 一定会再现实 目前台面上越平静 将来闹出的动静 就会越大 不过 不管他们闹出什么动静 都只有玩火资本一个下场 杨儿 你已许久没回方家了 早在几年前 我就听说 你成为剑圣了 这些年不是闭关 就是在秘境闯荡 这次也是好不容易得苦 来祭拜一下武器 我明白 先不说这些了 你今天来得很巧 有个人 你必须要见一下 父亲 你怎么在这儿 这几年没你的消息 心中不安 偶尔来这里 看看你母亲 你父亲 每年都要来几次 这不 昨天刚到 你今天就来了 你此行 从口有收获 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说来话长 以前 我每次想来看你母亲 但担心楚红兰联合楚家 对你们母子不利 直到我稳坐家主之位 才敢派人去许你们 只可惜 唉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久 经历了这么多事 才发现 唯有你和你母亲 才是我最挂念的人 现在你能平安归来 我也就放心了 倘若你母亲 能亲眼见证 你和水寒的婚礼 那该多好 娘 何以认走归宗 即将大婚 你若在泉下有知 可以放心了 那些来自林渊界的家族屋 适应能力很强 而且也很安分 和周围势力相处融洽 那就好 把他们送来后 我闭关修行了一阵 还担心他们会不睡 当时我多虑了 对了 水寒恢复得怎么样 已经好了七八成 再有一两个月 就能彻底恢复了 杨哥 看样子 你状态不错 咱们也是时候 把婚期定 老子我已经看了 几个好日子 就等着你做决定了 好啊 不如就定最近的那天 最近的好日子是昨天 下一个好日子是 三个多月后的六月十九 哈哈 正好 就定六月十九了 到时候水寒正好完全恢复 我的实力 也能更上一层楼 行 我这就安排人准备 嗯 水寒 这里面一共有四十四颗圣血果 可加快武圣修炼 待您恢复重修武道 即可炼化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超越当下许多天教 既然它这么重要 你就先留着自己用吧 等非圣成神后 还有剩余的再给我 放心 我还有一半 足够修炼至五圣巅峰 这一半你用了 就能快速成就剑神 剑神之位 飞扬哥莫属 我能成为剑神 守不落驾千年 并以星马一族 那可不行 我不想跟你永隔两地 我也不想 只是我若抢了飞升的机会 那你怎么办 就算你不抢 我也得另寻他法去天界 必须闯地渊 过修罗道 你啊 好好修理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天界重复 我听说修罗道很危险 你能不能不去 再危险也难不挡我 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你只要把握机会飞升 在天界等我就好 好 我听你的 一定会拿下剑神之位 羊儿 事情都忙完了 爹 我一路所来 见族人们都愁眉不展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驴神池突破五胜了 驴神池 就算突破五胜又如何 只要他敢献身 我必展之 以为驴大哥在天之灵 也对 你在魔渊打败过巅峰圣者 一个新进的剑圣女 的确还入不了你的眼 父亲不必悲观 驴家尚有两位剑圣 况且还有神剑在手 怕他做生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他来驴家下了血煞令 而那血煞令 代表整个煞盟的力量 也就意味着 煞盟即将对驴家出手 哼 煞盟 当真是个难缠的毒瘤 我早晚要除掉它 对了爹 血煞令出现的时候 可有一场 有 跟我来 血煞令 血煞令 昨晚出现的时候 我们损失了两名正在巡逻的剑王 本来这件事 是我和他的个人的忍远 可他偏偏要牵水无辜 形势也愈发乖张了 成年九居上楼 也难怪会这样 父亲放心 他们如果真敢爱 正好可以一网打尽 这时剩血果 能够快速提升武神修为 这些分量 足够你突破剑道尽中期了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果子 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为父能应付 我还有 足够用了 父亲就放心炼花吧 吕神池难思 竟然点名要跟您觉得 说不定藏了什么后手 有了这些果子 稳妥些 至于它背后的煞笼 我来解决 杨儿 你长大了 也变强了 有更广阔的天空 无论任何时候 为父都支持你 不提这些了 你之前来训说 婚期定了 我已经命人筹备聘礼 到时候 一定将你和水寒的婚礼 办得风风光光 谢谢爹 吕家那小子 平静了这么多年 如今又活跃起来了 他也就是运气好 真要论当事天骄 还是我剑宗的神剑公子 天赋最佳 不就成个亲吗 至于这么大张旗鼓吗 您老人家 何等尊贵 根本没必要亲自去赴宴 要不 直接派一名巅峰剑王 去赴宴吧 不可 本座要亲自去 而且你也要去 本座能预感到 这场婚礼一定很有意思 不去可惜了 记得准备一份后礼 不就一场婚礼吗 能多有意思 血铺功果然玄妙 我已经感受到突破的迹象了 师尊 就练得怎么样了 距离成功 只差一步之遥 而且能明显感受到 修为即将突破至剑道境中期 终于要突破了 你感觉还需要多久 快则一两个月 慢则三四个月 好 争取三个月内练成血铺功 突破剑道境中期 到时候 为师带你去看热闹 杨界公子和韩界仙子要澄清了 我说那时候看他们 总是眉目传情 原来 我果然没看错 他们的婚礼 我必须去 我知道你们有些交情 所以特意来通知你 要加速修炼 师尊放心 三个月内 我一定能突破 什么事 盟主有令 师父有何吩咐 六月十九 吕阳和洛水寒大婚 各大势力都会前去祝贺 届时 盟主也会带领整个煞盟 前去赴业 请公子做好准备 大婚 好啊 我一定会给吕家 还有那个吕阳 备分大礼 剑奴 通知下去 让煞盟所有人都收敛行计 在此之前 不许任何争斗 是 吕阳啊吕阳 在吕家覆灭之时 本公子定会一血牵齿 好好回报你 久没胜血过 就让我突破只见到近后期 迟了 水寒 我这就来娶你 你今天真难 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好了好了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新娘子怎么能哭呢 要开开心心 宁静队伍到了 我亲自送你 请 请 终于剑踪 虽然是第一势力 可这也太拖大了 如此重要的婚礼 竟然还没到场 是啊 怎么说吕家也是剑圣使家 就算比不过剑踪 也不用如此轻视吧 终于剑踪 无剑老人 白玉丘 剑无双 前来祝贺杨剑公子大婚 剑踪宗宗主 副宗主 都连眉而至 当真令我吕家 蓬毙生辉啊 神剑公子 看你这修为 似乎已经突破 这剑道境终起了 恭喜恭喜啊 闲话无提 我等你背好家座 就等三位入席了 对对对 君宗主 白副宗主 神剑公子 快请入席 恭贺杨剑公子 和韩剑仙子大婚 祝二位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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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诸位 无双 你虽比吕阳 万一不如剑圣 但现在已是剑道境终起 定然超过吕阳一筹 吕阳的天赋 的确比我好 说不定他早已突破 只是气息内敛 没有写路罢了 浅圣之境 哪有那么容易提升修为 你是有宗主亲自之点 才能突飞猛进 吕阳可没这么好运气 别说是几年 就算是几十年 停留在剑道境初期 也很正常 副总主 我怎么觉得 你对他有偏见呢 在我看来 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从剑体境成长到如此地步 肯定是过任何一个天骄 我不信他的修为 会在我之下 杨剑公子 南玉楚家 严剑公子 向你挑战 一决高下 严剑公子 你可真会挑时间 本来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现在 既然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挑战我 我就成全你 给你一个圆满的结果 哼 这可是你说的 既然是决斗 比的就是实力 我们两个都不能动用神兵 可以 杨儿 爹 水寒他们就在后面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我一会儿就好 唉 好吧 出招吧 门天剑法 金光不灭金体 怎么可能 你 你 你屈然 哪天不好 偏偏偏要在我大婚之日闹事 真是不知好歹 副总主 我说的没错吧 连我都不可能一个照面重创楚言 绿阳的修为肯定在我之上 至少也是见到尽终其 莫非 我真的看错他了 哼 不可能 他怎会强倒到这种地步 就不可能 快 请医师来为年剑公子诊治 是 夫人 请下降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里面请 里面请 好好好 真热 你看 你看 射上 及时一到 一败天帝 二败高堂 夫妻对败 送入洞房 动跑 谁 快看 那是什么 是煞蒙建设 大家伤暗勿躁 我出去看看 七家 照看后睡寒 我跟去看看 我也没事的 煞蒙可真会挑日子 这时候来教局 无论如何都是不死不休了 有我们在 他们先不起风浪 好戏 要开场了 与神耻 华天爵 你还有脸来 他就是那个因为一件小事就血洗宗门的华天爵 煞蒙真是什么火怀都肯受 一下子派出四位建设 煞蒙这次大手笔啊 怕什么 他们才四位 我们这儿除了楚颜 足足有七位建设呢 更何况有天下第一的无间老人在 不管煞蒙此来目的为何 都只有自投罗网一个下场 宗主 您是不是早就了到煞蒙会来闹事 宇秋 这会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婚礼 好戏还在后头呢 胡说 一会儿对上吏血河 有没有信息 胡说 不会让师尊失望 各位 今日是我吕阳的大喜之日 你们不仅自来 所谓何事 当然是来送大礼啊 提上网那什么办 不可能不清楚今天到场的建设能说 他们公然的挑事 难不成有什么必胜的筹码 一火车 由内鬼接应 吕阳 咱们算是老队上吧 不如我用他们的血 好好为你庆贺一般 如何 区区四位建设 就想将我们这么多建设一网打尽 你也太自以为是 面对上网挑戏 无剑老人不仅不动于衷 甚至还有一丝余 是我的错觉 不对 一去一来 从来没人见过真正的血剑老人 是什么样 无论是灭剑家 还是大战退组 都是无剑老人一人之言 难道 力学和 你又是为了上次落败之事 气恨在心 完全可以跟我私下解决 没必要在这败坏大家的兴趣 不如这样 我们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再比一场真个高低 当然 如果你没这个胆量 也可以不接 公子 您之前答应过我 一场没意思 要别 就比三场 而且第一场 必须有吕神通来 可以 父亲 他们来得蹊跷 我们当中可能有内鬼 而且那个人实力很强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有这种想法 不过 咱们没有证据 不能妄动 先拖延时间 再静观其变 哼 吕神通 这么多年了 你我的恩怨也该了结了 吕神师 你为了个人私欲 背叛家族 简直无药可救 今天 我必会为斯明 为那些枉死之人 报仇血恨 哼 要不是偶得其欲 凭你的资质 根本突破不了剑圣 你放心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取你狗命 向吕家的列祖列宗证明 只有我吕神池 才是最佳的传承者 够了 你已经投靠煞盟 没资格再做吕家子孙 天敲牢狗 等我杀了吕神通 再灭了吕家 定会好好回敬 当初的决定 吕神通 这一战 你我都不得借助神剑 仅凭自身实力决生死 你敢吗 哼 有何不敢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如果你敢中途 动用神剑天红 我就立刻将血煞 谢于吕神池 不用神剑 我照样能杀你 哈哈哈哈 疑蠢 我通过血练之法 已经提升到剑道境中气 你拿什么跟我斗 血和剑法 都被人练成血奴了 还洋洋得意 蠢的是你自己 扯的是你自己 胜苦剑法 你也是剑道境中气 怎么可能 我杀神 可恶 哪里头 哪里头 公子救我 我撑不住了 厉害 问过我手中的天红神剑 哼 罢了 一个废物 的确没有出手的必要 吕神池 背叛吕家 残害同族 罪无可赦 第一战 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